我覺得時間不是先升 我相信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自己 都是和這一刻的我連結在一起 我是謝安琪 我是阿K 我置身的世界其實是很多知多彩 每一天很多人、很多事情發生 是一個最好的修煉 因為你如何在最勸鬧、最熱鬧的環境裡 你很專注地做自己 如果你這樣都行 我想有很多其他東西 你都沒有那麼容易搖擺 真的好像首詩所說 一個花叢裡面 這麼多不同顏色的花 每一朵都很美 每一種顏色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 但我偏偏選了想做淺白色的花 這個選擇都代表了一些淡定 一些自信 我覺得我開始摸索到自己是怎樣 然後想很鬆容地做自己 入行的時候其實我是比較招職 比較自信 知道自己是什麼 好像是 我就是這樣 我現在想做音樂 真的是那種類型的 但入行之後 經歷了一些時間 聽了很多聲音 或者有很多東西 迫到很近 又或者工作太快 我根本沒有時間感受 和停下來看 或者消化 這些都太奢侈了 大家去開始注視我這個人的時候 是我入行剛剛兩三年 所有事情一起發生 身體狀況很差 剛剛結婚 生了小朋友 肥嘟嘟 什麼都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過一個階段的自己 如果可以回頭 我會給它一個擁抱 我不會改變它什麼 或者給你一個錦囊 或者教你怎樣做 我知道這些經歷是寶貴 我知道你是要走過 因為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這一種脫落的經歷 可能你就不知道 原來停下來 或者給自己時間 有些距離觀察 或者真的給自己時間 去感受 是這麼重要 我入行之後 其實往後那十幾年 就看著學壇 遇到很多的事情 有些是大環境的事 就是科技的變化 導致大家現在聽音樂 習慣不同了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導致其實我從入行開始 那個經歷是看著樂壇 一邊走下坡 但是又被我等到 就是被我等到現在的樂壇 又似乎多了大家的注目 多了大家的關心 多了人去參與做音樂 我覺得我已經很幸運 我經歷過樂壇 不同的階段 而我一直都在做自己的音樂 如果真的要想一件事 我很想要的就是 我想香港的樂迷多疑 香港的音樂 其實這樣已經很好 就是給多些機會 香港的音樂 聽多些香港的音樂